510解题说明 首先启动合并列印的目录功能 我们点按邮件 启动合并列印 选取目录 接着汇入资料来源 选取收件者 使用现有清单 一记题目在C里面 NS.CSF WP05底下 WPD05-2 按开启 第一小题在出的中括号中间点按一下 一记题目要使用上方规则里面的Fill In 显示提示文字的功能变数 提示的地方输入饭店位置冒号7个字 预设填入文字输入XX是XX区 行为一次点选按确定 再按一次确定 第二小题分别在表格内插入相对应的合并栏位 点按深蓝色插入合并栏位 图片 插入地均定价在前的符号后面点按以后插入合并栏位定价 第三小题将定价设为书签 我们选取定价这个栏位 接着利用上方插入右方连结的上方书签 设定书签名称 接着第四小题将XX是XX区一样设为书签 名称自己输入市区 按新增 接着在表格上方饭店一横后方点按一下 依据题目要求输入邮件里面规则 选取合并顺序编号 接着在合并顺序编号后方 再利用规则里面的SkipLakeIf 跳过记录条件 筛选 地址 不等于 这里我们用到一点小技巧 比如说我们输入A后面加上万用符号 新号 那等一下我们会做一个替换 好 按确定 完成以后 在刚刚的功能变数上方点按一下 按右键 切换功能变数代码 将A选取以后 利用上方参考资料 交互参照 选取 书签 一记题目 点按市区 按插入 按关闭 最后在陈设的前的符号 后方点按一下 一记题目 利用版面配置里面的公式 好 先将原来的公式选取以后 按Delete 删除 利用书签 点按 定价 乘上 2 2天 再乘上 79折 0.79 数字格式 选取 第一种 签锋位格式 点按 按 确定 本题到此主文件设定完毕 由于功能变数更新的关系 在此 建议同学 先点按邮件 做合并列印的动作 编辑个别文件 合并记录 全部 按 确定 一记题目 要将 XX4 改成 台南市 XX区 改成 中需区 好 改写完以后 按 确定 合并列印完成 总共有 7笔资料 先将合并列印的结果 利用档案 印存新档 在WP05底下 先存成 WP A05-2 储存 完成以后 将合并列印档案 关闭以后 接着 再 储存 主文件档 另存新档 WP05 底下 我们储存成 WP A05-1 按 储存 到此 解题完毕 打开 提顾练习系统 数科评分 按 确定 结束 好